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在此前 智联招聘联合宝宝书发布的 《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显示 相同的职位 女性的收入仍然比男性要低 6成以上受访女性认为 生育是女性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该报告通过对65956份有效样本的调研 发现职场女性整体薪酬低于男性17% 但与2019年的23%相比 差距有所缩小 值得关注的是 报告调研样本中 本科以上的学历人群中 女性占比超过男性 为什么会存在职场女性学历较高 但整体收入却低于男性的现状 一位研究媒介与女性关系的学者 解读表示 有多方面因素构成 但总体来说 女性的就业环境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它的晋升通道比男性要狭窄 女性从事高管 或者更高的技术人员的比例要低于男性 本科的男生和女生去竞争同样的岗位 它会更倾向于录用男生 还有一部分 比如说两性生理差异 社会分工 很多我们对于两性差异的非常具体而细节的认知的差异 来导致最后的这样一个结果的 那我们就会把它说成是一个整体职场对于女性就业环境的一个结构性的不友好 报告中还提到职场女性遭遇的不公正多源于性别 调研显示 半数以上的女性遭遇了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 超过四分之一的女性遭遇了求职时 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 六成以上的职场女性认为 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 报告中低于一半的受访女性认为结婚和生育是人生的必须选项 部分职场女性在尝试逃离婚育 对此孙百慧认为 在未来单身试婚年龄女性人数将进一步增多 婚姻家庭的这样的生活对于年轻一代的女性来说正在成为负担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受到了更好的教育的女性 她的自我意识的一个提升 美国新欧国家早就已经是这样了 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数量 来源比例要超过已婚女性 然后美国是大概持平了 我们现在也正在慢慢走向持平 为了消除就业歧视促进女性就业 在2019年国务院九个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其中明确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 如何能进一步改善女性就业环境 对此业内人士也给出建议 政府相关的 我们认为说应该将生育成本社会化 然后分摊女性因生育产生的 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上面的负担 而非单纯的说把这种负担转移到这个企业的身上 企业内部其实也应该成立一些说虚拟化的组织 比如说在用产期啦 哺乳期的女性员工 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话 其实女性更愿意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同时业内人士也表示 随着社会发展AI等技术进步 体能已经不再成为治愈女性从业的主要因素 女性会迎来更多职业发展机会 也建议职业女性在事业上能有更清晰的规划 面对机遇要勇于把握 马上要到来的AI时代 那情商我们认为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它在个人竞争力中的竞争能力的比重也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这反而会给擅长沟通和共情的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的契机 也鼓励女性勇敢的向前一步 在事业上面的方向 清晰的规划好自己向哪个方向想去努力 那应该向这个方向脚踏实地去一步一步走